饭可以不吃话不能不说 小编话很多忙中来插播 韩国女团GFRIEND在2015年1月15日 以校园清纯风格主打歌Glasspeed正式出道 凭借吞CD演唱实力与整齐画衣的刀群舞蹈圈粉无数 一起和小编回顾GFRIEND这六年来 创造的那些让大家印象深刻的经典吧 纵摔忍痛表演超敬业 GFRIEND曾在户外舞台表演时 因下雨天湿滑舞台导致他们纵摔多次 主唱还因此手指头骨折 让粉丝感到好心疼 不过他们仍然忍痛表演到最后的 敬业精神让他们赢得更多的关注 两倍速舞蹈始祖 GFRIEND出演韩众一周的偶像 挑战两倍速随机舞蹈 没想到他们表现超好 让主持人看傻 而成为两倍速舞蹈环节的经典始祖 就连出演IDOL ROOM时挑战一叠舞蹈 舞蹈动作角度完全一致做到六人合一 超高同步率验证GFRIEND惊人实力 可以想象他们有多努力练习才有这般成果 猛眼舞蹈完美走位 银河宇炎智出演韩众认识的哥哥 猛眼默契跳APPLE让众人惊呆 GFRIEND再度以MARGO挑战猛眼舞蹈 完美走位的刀群舞实力超越自身记录成为话题 GFRIEND出道六年多拥有不少热门曲 成员们的多样魅力 圈粉无数拥有超高冷气 没想到如今GFRIEND没能够熬过寒团七年魔咒 经纪公司Source Music 于18日无预警宣布全员不续约消息 官方声明表示 与GFRIEND合约于5月22日中止 成员决定不续约 各自发展并感谢粉丝们的多年来的喜爱 突如其来的震撼但让许多粉丝相当难过 甚至直呼还在等回归 GFRIEND成员们后续发展趋向也引发关注 不管如何小编都会持续关注 与支持GFRIEND每位成员 希望他们一直走花路吧 GFRIENDE MUZIEK GFRIENDE MUZIEK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